自从和严承旭复合的消息曝光后 林志玲一直保持沉默 仅通过工作室回应外界的传言 11月16日她终于更新微博 但只有一句话 志玲姐姐去哪儿了 网友纷纷调侃 去严承旭的怀抱里 去严承旭家里啊 志玲姐姐还配了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她穿着碎花连衣裙 站在湖边的石桥上 背景天空蔚蓝绿树成荫 还出现了一道弧形的彩色光圈 意境十分美好 另一张照片中 志玲姐姐骑着一辆共享单车 笑容甜美 但眼尖的网友却发现 车链子竟然掉了下来 这下尴尬了 所以志玲姐姐只是做做样子咯 也对 毕竟穿高跟鞋 骑自行车真的不太安全 结束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约会行程后 志玲姐姐就飞到重庆工作 录制真人秀节目《王者出击》 她扣似起游戏中的造型 帅气又性感 且脸蛋红扑扑散发出恋爱的甜蜜气息 至于颜承旭 有指她几天前在上海和刘更宏打篮球 事后她通过助理回应 表示最近要飞好几个地方谈生意 所以颜承旭是转行做生意了 神秘兮兮的 所以林志玲突然发微博问 志玲姐姐去哪了 莫非是暗示要爱相随 紧跟男友的脚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